而台湾除了有美丽的山林跟海洋 其实最让外人赞赏的是台湾有美丽的人心和热情 我们把镜头转到台东来看看 每一年元旦一定会回到台东部落参加风年纪的阿妹 今年同样不学期 哥哥说其实阿妹真的一定都会来参加这场盛会 每年一次一定出席 共襄盛举 一同欢庆 尽管天气再冷 我们接下来还是要看看这些悲难族的热情 真是挡不住 手舞足蹈的跟着音乐一起摆动 台东泰安村大八六九部落 每年的风年纪元旦准时登场 当然少不了天后张惠美 穿着传统悲难服饰 去年阿妹回到家乡风年纪共襄盛举 脸上满是笑容和族人一起唱歌跳舞 不断的随着音乐拍手相当融入气氛 所有部落族人聚集在这里 尽管天气再冷 也可以感受到他们的热情 依照慣例 阿妹每年都会回到家乡台东参与盛会 今年也不例外 阿妹的哥哥说 风年纪阿妹一定会回来 就算再忙都不会缺席 就是要和族人共舞高歌 增进感情 记者曾宝宝宝宝宝宝